我們先來問一下這個范老師 因為最近這個老家爭議 是非常非常的越演越厲害 就是說到底家裡有沒有違建 是個大問題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這個新北市 新北市在認定賴清的老家的時候 我覺得有一套養套殺的陰謀 一開始由中國時報 忽然莫名其妙拿到獨家 賴清的老家的土地成本 說是山坡保育區礦業用地 哇 昨天這個新聞出來的時候 業員只有多興奮啊 啊 賴清的出事啦 那網友有多興奮 史達某你布局布了兩年 就是要拆賴清的老家 然後PTT 你這樣好好出來面對 進來看看 結果呢新北市的反應很怪 一開始說 這個我會開罰哦 馬上轉彎 不是啦 那這個違建是98年以前 基礎違建不會裁罰 後來又轉彎 你如果呢這棟建築 因為建築有兩種 一個是建築本身 合不合法 一個是建築長大的部分 合不合法 這邊是講長大的部分合法 對不對 不會裁罰 另外是本身 本身說 如果能提出 在民國70年2月15號 之前就存在事實化 那就是合法房屋 你想要提出申請就好 張景在地議員 馬上說 抱歉 這門牌60年就取得門牌 所以你怎麼看這個烏龍事件 你看一開始啊 忠實真的是見烈欣喜啦 挖到了大祕寶 大祕寶 可以衝毀這個龍王廟 把這個 我們的賴清德一次把他絞盡 沒錯 這個是釜底抽薪嘛 四叉貓第一時間還被出征 對啊 這個釜底抽薪 把這個薪抽出來的話 怎麼搶就倒了嘛 沒錯 最根本的嘛 每天你們打克文哲 對不對 你們每天打黃國昌 打到自己吧 合力標 但是你可以看到 一開始 當然新北市政府是見烈欣喜 但是一天開三次會 我必須要講哦 這個件事情 新北市政府應該事前知道 哎呦 對 這個事情 哎呀 新北市服務員何其之大 一個小小的違建 為什麼新北市政府 新聞一出來 立馬就開聲明 第一個就開聲明 表示已經做好準備了嘛 哦哦哦 對 子彈傳叛叛了嘛 配合演出嘛 新聞一見報 新北市政府立馬就開始出手了嘛 馬上說已經認定 我跟你講 新北市政府真的超純 叫你去認定黃國昌 認了半天不敢認定 說要派人廠勘啊 要勘察啊 要丈量啊 什麼一大堆 這國有拆 那時候跟我沒關係 哎 馬上 總實說要馬上認定啦 這建築物是保護地啦 石油分區是礦業用地啦 我們會請這個地震局 依區基於法開罰啦 趕快調那個附近的監視器 看這兩天 前兩天有沒有一個陌生人等 在附近走來走去 哎呦 搞不好是市政府的人員啦 對 總就看啥去了嘛 對 所以這個新聞報導出來 只是一個開頭菜 小菜 是 後面出來 這知道 這要問你 從板橋市 新北市政府在板橋 從板橋到汐止比較近 還是到萬里比較近 到汐止近一點 近一點嘛 對 對不對 萬里比較遠嘛 然後汐止都不去 黃國昌都不去 舍近求遠嘛 哦 哦 對不對 就搞就已經準備好了 你看 大菜已經上了嘛 小菜先來 大菜上 可是後來發覺不對了 他連開會議 我真的 我真的不佩服 新北市政府什麼時候 這麼有效率 對 本來想要精準打擊 就發覺了 詐試的錯誤 趕快做修正 敵了個狗吃屎 對 所以我看這情況 我很有感 為什麼 這個地方是萬里的礦區 我從小在哪裡生長 金瓜石 我們那附近也是礦礦 你是金瓜石的 對啊 那我從來的金瓜石 我刮山國小畢業 你算刮山之間 對啊 食育中學 對啊 哎呦 跟正苗紅的金瓜石子弟 優秀子弟 對不對 我們小時候那個礦工 就都是這樣子 旁邊有個空地就蓋起 對嘛 那時候哪有什麼土地使用分器 你也拜託一下 而且你知道 我們那個金瓜石跟九份 不像現在光 就是好像觀光客很多 根本沒有人 不生蛋 然後冬天的時候就是煙霧迷到 然後最常聽到什麼聲音 對 那個出刷 你看那種出病的聲音 那種唢納的聲音 很可怕耶 常常有人死人 所以你那個房子蓋好 到不然有一天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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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我們挖的山洞啊 攤下來 就死人 攤到死人 我講去難聽耶 賴清德60歲 現在63歲對不對 這個房子在老家 一定是賴清德出生前就蓋好 對不對 不知道出生前多久就蓋好 當然不是長這樣 對 那個時候有沒有中華民國都不知道 對 那時候中華民國的台灣可怕日據時代 像台北中 我跟你講 而且那個地方其實更加的荒涼 對 所以我們知道那個時候就是隨便蓋嘛 我剛剛講過礦工的罹難率很高 使用分區 對 根本沒有 區域計畫 根本沒有 你能夠攤影到牌照已經不容易了 搞不好連電都沒有 連自來水都沒有 而且我們要講個兩個概念 我們剛剛講個老家 開問的時候老家 這個叫什麼叫 故居 故居 就跟那種講中正故居 對 我去查過教育部國語詞典 什麼叫故居 舊時的住所 就我以前住在那個地方 我現在沒有住了 對 警公我沒有住在裡面 不是這過去式 這個房子裡面有沒有住人 沒有啊 目前沒有 就空空的 是嗎 對空空的 所以你看那次那個 這個柯澤帶著那個 彭博社的記者 還去這邊參觀 裡面沒有人就空空的 是喔 柯文哲還帶人去參觀 不是 郝友宜 不是 那個賴清德 賴清德 經過彭博社的訪問 帶這個記者親自進去看 就是我的故居是這個樣 空空的 沒有人住嘛 但是問題是 在故居以前人有人住 現在沒人住 但是現在呢 柯文哲 是現在進行事嘛 他爸他媽住在裡面嘛 對 第二個就是說 這裡面這個房子 不是賴清德的所有 對 是他的親戚 對 他小時候住這邊 人家後來就交給親戚 不住這裡了嘛 沒錯 問題是現在呢 柯文哲是他爸爸媽媽 住在裡面嘛 我不曉得他妹妹也不住在裡面 他們一家子 四層樓不夠 還加了第五樓嘛 所以那個概念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 其實就變成說 現在變成是 很多人去那邊打卡 拍拍照片 以前賴清德 以前住在這裡面 這樣參觀使用嘛 所以他並不是一個 正的生活在裡面 所以我就覺得說 拿這個賴清德的事情 來扣 跟柯文哲做相提並論 是不倫不類 但是我也看到 藍音必須以為撿到槍了 對 昨天夜人是中午多興奮 哇 興奮 對對對 連午餐都吃不下 對不對 好高興趕快啊 上幾天 你說我傳給你 我傳給你 還傳興奮給我 還打電話來的 我等一下再補充 還打電話來的 給各製作單位 啊 我心梗啦 啊 來找我啊 給他call我啊 差點 差點去那裡開現場 對對對 差點翻車 我沒有時間去 所以我覺得這些事情 其實你看 新北市政府一日豎變 對 表示第一個著痕太深 一開始想拿這個來打賴清德 對 沒打到之後又歸回去了 我相信 民進黨一定找 市議員丟法條 給地政局看 對 沒有錯 所以我覺得 反而來講啊 民進黨的這些市議員 因為一開始 我告訴他們 他們真的沒有 沒有徵兆 他們覺得這個事情不是問題 就出來之後 他們真的很緊張 緊張得不得了 趕快去找法條找資料 發覺你看嘛 結果新北市政府 跟著必須要轉彎 是 所以我覺得啊 新北市政府本來以為 挖到了大秘寶 就要看起來 是虛精一場而已 對 好 新北市的事情 就要問新北市議員 葉元之 對 葉元之這到底怎麼樣 因為 坦白講 因為一個建築物合不合法 分兩件事 第一個是這個建築物本身 落地在這邊合不合法 那叫土管 土地管理 新北市政府講得很清楚嘛 只要70年前站 就合法 你提出聲音就合法 那再來是這個建築物長大長胖 這要違建嘛 違建我們有寄存違建嘛 新北市政府以98年6月25號做分野店 對不對 那如果在98年6月25號之前就不算違建 對 那目前呢 賴欣德這邊呢 第一個有證據是門牌60年就已經 嗯 第二件事說 他的違建的 應該說他的房屋修建 是在92年修建 也在這個之前 嗯 所以到底為什麼一日三變 我解釋一下 因為這有點複雜 第一個就是說 我覺得我解釋得很清楚 就是說那個民國70年 因為70年前啦 因為那時候沒有都市計畫嘛 對啊 所以已經存在了房子 只要你 你後來有提出申請說 我是70年前存在 那就可以變成合法房屋 對啊 真的確實 但是他有沒有違建 他也是有 為什麼 因為他後來自己有承認嘛 就是他有改建過嘛 那一般有 你如果要改建的話 你就要申請建造嘛 那因為他這個房子 到現在都還不是合法房屋 因為他並沒有提出申請 對 所以他不 當然就不可能會有去申請建造 然後改建的問題 對 所以這就叫違建 但因為他是民國98年以前改的 所以他就叫做繼承違建 我們新北市政府是畫一條件 98年以前的違建 就是拍照列館 所以他是不是違建 是違建 但是呢是繼承違建 繼承違建就是不會菜 可是我想做一件事 他是不是跟柯文哲 107年改建的新違建 以及黃國昌的新違建 是完全不同 不太一樣 因為柯文哲 他也是繼承違建 但是他後來有修散 106年 他後來有 他後來有修散 那繼承違建也可以修散 只是你要符合一般的規定 比如說以我們新北市來說 你如果民國98年前 存在繼承違建 你之後發現有漏水啊什麼的 我要修散對不對 可以 但是你要符合一定的規定 例如說你不能夠修散面積大於原來的二分之一 還有你相關的材質 你不能用加強鑽造啊 RC啊 蓋的比原來還豪華 不可以 你有一定的規範 原本木頭只能用稻草啦 你不能夠 你不能用加強鋼筋啦 加強鋼良啦 對 不可以這樣 因為已經跟你方便了嘛 98年前不拆嘛 結果你後來搞了新的比原來的還豪華 這樣不OK 那柯文哲比較屬於後哲 就是說他繼承違建 然後但是他後來翻修的時候 有不符合規定 所以這個依規定要拆 賴清德這個是繼承違建 是他後來沒有 他後來沒有在做其他處理 是不用拆的 不會裁罰 不會裁罰 但他是不是違建 是好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土地管理 昨天爭議 有一個爭議來這邊 就是說這個地方 他防止蓋的地方叫礦業用地 是 礦業用地能不能做住家使用 昨天其實新北市政府是沒有給答案 因為一般來講是不可以 可是這個主管認定機關不在新北市政府 可是什麼時候這邊認定為礦業用地啊 本來現在都市計畫這個地方 那你的懂我意思嗎 當時所有礦工都做在這邊 我有聽到網友講 你如果礦業用地要拆的話 整個村要拆掉 你知道嗎 那就是礦物局來講 因為現在已經沒有做礦業使用了 那沒有做礦業使用的情況下 可不可以做住家 不知道 這個要礦物局來認定 那昨天 以前礦工要坐捷運上班吧 不是 只有台車啦 沒有捷運好不好 日據時代的礦工要坐捷運上班 這個我跟你講啦 這個主管機關來講 因為那個礦物機關 不為難你 礦物局昨天講了一個幹話 他說 我們現在看起來是沒有做礦業使用 但是他們可以來申請變更 那申請變更 這個到底是符合規定還不符合規定 他也沒有講清楚 所以這個部分 我是覺得 留待地震局跟礦物局兩個去認定 到底這個地方有沒有違反土地使用 這個還有爭議 那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 其實我對於這種老房子 因為不熟悉法律啦 什麼既存違建 後來修繕 怎麼變得不違規 這種事情我都看得很寬容 下台階喔 沒有沒有 我也是下台階喔 我在 不是 等一下講 我在評論 柯文哲的時候也是這樣 是 對對對 為什麼 因為他們不是故意的嘛 他們只是 因為太多民眾這樣 我跟你講 有的民眾甚至連 他家裡要裝修 他都不知道要申請室內裝修執照 很多人不知道 現在都很多人不知道 他想說我家裡面 我弄個天花板 我幹嘛跟政府講 你是不是處理很多這種 很多啊 好 關說 不是 關說 沒有 他們會很奇怪 怎麼會這樣 我怎麼的 我在我家弄個東西 不行嗎 然後我們就幫他問嘛 錢貴人要幾萬塊 對啊 所以我對於這種民眾 他們都不是故意的 我都很有寬容 但沒辦法 為什麼 因為現在選戰嘛 選戰就是 王毅川就不敢選舉嘛 因為他一定選舉都會 他那些什麼事情都被挖出來 不是 是他選舉會少賺很多 好 這就是進了廚房不要怕熱 所以柯文哲那個就面對嘛 柯媽媽也不要講說 為什麼你不猜那個 王毅川家違建只猜我 沒辦法嘛 因為你兒子選總統 而且這種東西本來就是不告不理嘛 違建就是這樣不告不理 但是我告訴你說實際上人家講是另外一棟 對 我不是說見面欺襲 是我們越言之這個成功下台階 對 對 對 好